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 QHHT催眠案例 来自仙女星期期维度外星人的讯息期 后续参与地球提升计划 不与时来临前 安抚恐龙离开地球 地球水晶形成之音 全宇宙征求前往地球的志愿者 说明本系列催眠分为多次进行 每一次个案都记入同一个身份 来自仙女星期期次元的精神体外星人 催眠结果综合整理以不同主题内容 分次发布 星号QHHT催眠操作者 A.星号受催眠个案 G.星号受催眠个案潜意识 S.C. 参与提升地球生命灵性的计划 陨石来临前 安抚恐龙离开地球 A.重要的日子 G.我面前有一只很大 很高的恐龙 脖子很长的那一种 这边都是草地 边有湖泊 水坑 石头 A.你在做什么 G.我在和那只恐龙沟通 我在安抚它 A.发生了什么事 G.我在跟它说 等一下可能陨石要来了 陨石会过来 我叫它不要担心 会有人来接走它们的灵魂 不用担心 我们有很多人来这里安抚恐龙 它们必须离开地球 所以有陨石会过来 A.你们会安抚每一只恐龙吗 G.不会 恐龙的意识状态和你们人类不太一样 它们的族群会有一个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可以连接同一族群其他恐龙的意识 所以我只要安抚精神领袖的恐龙 它就会连接其他恐龙安抚它们 它们比较像是集体意识 A.不同物种的恐龙有不同的精神领袖 G.每一个种类的恐龙会有一个共同的精神领袖 A.它们的精神意识高吗 G.我不能说它们是高的 它们的内心也是纯净的 它们是很自然的活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A.之后呢 G.我传送讯息给恐龙精神领袖之后 我们就离开地球了 在地球创造水晶能量层A 另外一个重要的日子 G.我站在一个悬崖上面 穿着载具 看着地球的陆地 地面现在都干掉了 没有水 植物也都干枯了 A.现在是什么时候 G.日时已经来过 地球上的恐龙已经都不在了 A.你在这里做什么 G.我在观察现在地球的状况 A.接着呢 G.我要去地底观测站 A.好 你已经抵达地底观测站 你要做什么 G.观测站里面也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做自己的工作 我要去找负责人 询问他现在状况如何 他说可以开始富裕生命了 先富裕植物 之后才可以开始运回哺乳类及其他动物 F.运时过来之前 银河系议会先派人把地球上的哺乳类和其他动物运走 A.那时候的哺乳类有包括人类吗 长什么样子 G.有像猿猴的原始人 贵简单的语言的人类 A.什么样的动物 G.两亿年前的动物和现在长得不一样 我也很难跟你说 A.然后呢 G.接着就可以教导人类在地球生活 发展他们的灵性 A.这时候地球有月亮了吗 A.时过后就把月亮放进来了 因为反正都会对地球造成影响 所以就让它一起进来 现在地球上没有植物和动物 所以不会对它们造成影响 A.放置月球来监控地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G.银河系议会派人进驻月球基地 负责监控阻隔地球的能量 曾与那个绿色浓稠能量 并且抑制浓稠能量的承展 铅少它对地球人类的影响与控制 这是月球监控的主要目的 A.一开始有人过来教导那些原始人吗 G.先植入一定的智慧 对用精神启发来教导 A.之后人类如何发展 G.为了提高人类灵性发展 银河系议会一直派人来改善人种 不过,两亿年来的变化非常大 太多次的改变了 无法一次说完 A.然后呢 你来到地底观测站还要做什么 G.我是要来 指导这个地底基地改善整个地球的环境 提供观测站一样东西 让它们放进地球 帮助创造可以让灵魂提升灵性的环境 透过某一种方法植入某种影响因子 介意改变地球环境 让灵魂能够持续发展其灵性 所以我直接去找负责人 A.然后呢 G.这个影响因子很重要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植入地球 因此我现在来找这里的负责人 这是我的研究工作 A.地底基地的负责人的展乡 G.它展得像人类的样子 类人形外星人 属于银河系 它的肤色的白的 可是不是你们地球白人的白 五官比较像黄种人 比较细致 它展得比较中性 头发是白色 会发亮 A.接着呢 你们要在地球植入什么 G.我们必须趁着地表 还没有动物的时候 费用火山的力量 地球本身的能量 以及银河系 会可以执行的科技 在地球地底各处创造大量的水晶 这些结晶的水晶 可以启发人类的灵性发展 并且阻碍浓稠能量 对人类的影响 A.是哪一种水晶 有我们熟悉的名称吗 G.一种结晶水晶 透明的 里面有银色的结晶 是什么名称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身体对水晶 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也无法跟你说更多了 A.这种水晶的主要功用是什么 G.减缓绿色浓稠能量 对于灵魂的影响 A.还有呢 G.我把储存这些资讯的讯息水晶 交给负责人 此外 创造这些结晶水晶的同时 还必须注入一种能量 进入这些水晶 帮助这里的生命开展其灵性 当时机 因缘成熟之时 这些被留在地球上轮回的人的智慧 将会受到启发 他们记起自己是谁 他们会醒来 这是一种能量 一定要把它们植入水晶里面 等到时机成熟 人类会再度清醒 我也把这个能量放在讯息水晶里面 B.并交给负责人 A.这些水晶现在还存在地球吗 G.对啊 A.有被挖出来吗 G.有一些应该有 不过大部分没有被挖出来 因为都在很深的地方 A.人类现在正在流通的这些水晶呢 有什么作用 A.可以储存一些讯息 A.能量 A.看它们被植入什么 A.不过 A.所有存在地球上的水晶 A.在一开始都被植入这种能够开启心灵的能量 A.那个能量是来自于源头的光的能量 A.但是没有那么 A.好 A.就是这样 A.那些能量是来自于源头的光 A.现在只能这么说让你们知道 A.我们要如何运用这些水晶提升灵性 A.不是具体的行为 A.使心灵的连结与开展 A.时间到了 A.你自然就会连结 A.开展 A.我无法说出具体的方法 A.这些水晶会影响整体人类的心灵 A.让人类不会完全沉睡 A.之后呢 A.交给负责人 并且告诉他该怎么做之后 A.就可以离开 A.回到母船了 A.回到母船之后 A.你在做什么 A.我先把到地球的记录 A.记录在母船的讯息水晶里面 A.然后我在休息室等我的伴侣他们回来 A.他们去其他星球 A.我们现在来到你的伴侣回来的时间 A.发生了什么事 A.发生了什么事 A.他们去火星观察回来了 A.火星发生了什么事 A.他们观察到什么 A.火星残留了一些放置恐龙与绿色能量的物种 A.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仪器 A.能量装置 A.那些东西似乎对地球有影响 A.他们被埋在火星地底身处 A.我的伴侣他们把那些东西找出来 A.放置到地表 A.并且封印起来 A.不再让他们对地球造成影响 A.并且通知银河系议会过去处理 A.那些东西不会对我们星球的人 A.造成影响 A.所以我们可以去处理 A.其实银河系议会也有办法处理 A.只是我的同伴们先把他们弄出来 A.封印起来 A.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A.他们也去其他临近星球勘察 A.因为火星距离地球最近 A.所以被埋了一些对地球有影响的东西 A.其他星球都没有什么发现 A.那些仪器的科技很高吗 A.不是 A.只是其他星球的人不会想到要制作这样的仪器 器具来产生这种功能 A.那些星球的人不会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A.那些发明这种仪器的物种算是邪恶的吗 A.他们就是想要做实验 A.他们就是想要做实验 A.而这种实验会对其他灵魂有影响 A.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想做这样的实验 A.因为这种实验是违反自由意志 A.违反宇宙法则 A.那些物种没有感情吗 A.那些物种没有感情吗 A.所以他们会这么做 A.他们也不是没有感情 A.他们只是不在乎 A.你的伴侣还有跟你说什么 A.他叫我不要担心太多 A.这些事没办法很快解决 A.要慢慢来 A.站在我们的立场 A.我们只是来这里协助并给予意见 A.我们不是要整个投入来拯救这些灵魂 A.不要太担心 A.我跟他说 A.感觉上需要很漫长的一段地球时间 A.才能解除这种能量的影响 A.我们现在似乎也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时间 A.我们讨论了各种方案和方法 A.但是似乎很难缩短这个期间 A.我的伴侣安慰我 A.说没有关系 A.总是会有来到完全结束的那一天 征求前往地球的志愿者 A.重要日子 A.在仙女星 我们家的沙发 我和伴侣坐在那里聊天 A.你们在聊什么 A.朋友 研究 家人的事情 随意聊 A.你的伴侣有告诉你什么吗 A.他说现在正在征求自愿投胎到地球的志愿者 A.哪里在征求 A.我们仙女星系 A.看有没有志愿者想要去地球投胎 A.过去散发我们的能量 提升地球人的灵性 A.这个讯息是银河系发布的吗 A.还是怎么样 A.你们怎么会知道在征求志愿者呢 A.整个宇宙都在征求志愿者 A.看有没有灵魂自愿前往地球 散发让灵性觉醒的能量 A.只有地球需要志愿者吗 G.有几个受到绿色能量控制的星球都有需要 A.为什么需要征求志愿者 G.因为现在的地球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星球 无法像其他星球一样 灵魂想去就去 想走就走 不需要留在原来的星球轮回 因此 已经不会有其他灵魂愿意去地球投胎 地球已经被那个绿色能量关闭起来 不是一颗可供灵魂自由来去与体验的星球了 地球人的轮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在宇宙并不普遍 这是因为你们被关在地球 所以才被迫不断得在地球轮回 A.你们仙女星系的情况呢 死亡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G.我们就是离开仙女星系的星球 去其他地方体验 A.所以你们不会害怕死亡 G.不会 我们都还记得我们从源头来 我们都还记得自己与源头的连结 A.你们对于每一次的轮回转世都记得很清楚吗 G.是的 A.所以你说的自由星球就是可以自由来去 G.是的 A.目前宇宙中有几个像地球一样不自由的星球 G.在银河系边缘地区有几个这样的星球 但是它们的生命形态也许和地球人类不一样 所以我不多说 多说只会模糊你们的焦点 因为你们的焦点现在在地球 所以你只要知道地球的状况就可以了 A.灵魂记入地球轮回之前的生命形态是什么样子 G.记入载具之前 大家都是在源头的光 你要说灵魂也可以 或者神是 B是地球现在提供的灵魂载具就是人类这样的容器 所以你们进入地球投胎 灵魂或者说意识就会进入一个人类身体的容器 载具 其他外星球提供不同的灵魂容器 供灵魂进入体验 而我们仙女星系的那个家乡 星球提供的就是一种精神体容器的载具 A.你会建议人类离开身体之后要如何吗 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 G.跟随内心的光 A.那些原本出现在地球的恐龙呢 它们的灵魂来自哪里 G.有些原来的地球灵魂被诱骗进入恐龙的躯壳里 某一些其他的我不多说了 A.你的伴侣还有说什么 G.因为现在正在征求志愿者 我的伴侣问我想不想去 因为我们也曾经到地球勘察并且给予协助意见 A.结果呢 G.我其实不是很想去 因为地球的能量很浓稠 而且大部分的人类都变得很昏溃 G.像野兽 G.昏沉 G.与我们星球差距非常多 G.完全相反 G.早期的时候 G.没有什么人想来地球 G.真的 G.不过 G.后来我们还是有去地球 G.我们星球上有些人也有去 G.大家轮流去 G.早期能量很沉重的时候 G.我们都有去 G.大概就是这样 G.为什么早期的时候 G.没有人想来地球 G.你可以想象你们地球人原本在一个空气很清新 G.很凉爽 G.舒服的地方生活 G.你可以自由奔跑 G.自由活动 G.然后 G.突然要你进入一个那里的空气像果冻一样 G.黏黏的 G.很热 G.很不舒服 G.整个人像是被果冻困住 G.行动也变得很困难 G.很浓稠 G.很难活动 G.而且你会忘记许多事情 G.这样你会想去妈 G.A.所以你们自由星球上的人不会忘记任何事情 G.大部分都不会忘记 G.我不能说完全都不会忘记 G.但是没有地球人忘记得这么多 G.这么彻底 G.结入完毕 G. lin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